我很喜歡它的醬耶 雖然它的醬蠻辣的 但是因為它是芒果啊 還有一些水果去弄的醬 所以是蠻清爽的味道 大家好 歡迎來到吃飽是Yuna 我們今天要來拍的系列是 為什麼我們會想做這個特輯呢 因為我們上次做了麥當王跟肯德基的新品試吃 大家好 我們就在網路上看到網友推薦 我們現在對網友都很有信心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吃 黑糖白玉Q蛋塔 原味蛋塔 第一個一定要來推薦的就是肯德基的蛋塔 因為肯德基呢 大家都說它是蛋塔店 可是我有在想說肯德基他自己聽到會開心嗎 不會 那我們先吃白玉 我吃原味 我想吃它的原味 因為我還沒吃過它的原味 原味最經典 我覺得它的蛋塔厲害 就是它外皮好酥脆喔 你就一咬下去你都可以聽到那個 咔滋咔滋的聲音 欸 肯德基真的是蛋塔店耶 怎麼那麼好吃啊 這比一般麵包店都還好吃耶 它的內餡不會很甜 它還有淡淡的奶香 跟蛋香 而且它這個麻糬上次我們就提過 它真的鹽巴很好 因為還加了那個QQ的口感 肯德基蛋塔得到的分數是 10.5分 那第二個網友推薦就是卡拉雞腿堡 這個菜是怎麼一回事 它只有這樣一片 再加上一個雞腿 就這樣 整體這條它的雞肉是小辣左右 我們覺得偏乾 可能是炸太久了 麵包的部分也很乾 我比較喜歡吃麥當勞的淨辣雞腿堡 雖然我很久沒吃了 但是我依稀記得 它沒有這麼乾 那肯德基的卡拉雞腿堡得到的分數是 6分 下一位 義式香草紙包筋 其實它這個呢是我自己最期待的 它還有附飯 它的飯是香香的 好香 它的雞肉也太嫩了吧 最近跟剛剛卡拉雞完全兩樣一起啊 又嫩又juicy的 加了很多 義式香料加胡椒粉 我的天啊 好幸福喔 義式香草紙包筋 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網友好像說這個紅茶蠻厲害的 因為改版前它有比較迷茫 現在就沒有 認真好喝 認真 欸它畢竟是一個紅茶愛好者 我覺得麥當勞它的紅茶香精味蠻重的 但是這個紅茶就很清爽 很不像素食店會有的紅茶耶 這個已經媲美摩斯了 我覺得它這個甜度大概就是微糖左右 所以很適合我們兩個 我們不喜歡喝太甜的 會很膩 因為你飲食一大堆炸雞那些很膩的東西 你就需要一個東西來解膩啊 這杯可以 唉唷 可能有雞不錯喔 不錯喔 哈哈哈哈 你確定會用這樣 冰紅茶得到的分數是 抓分 其實網友還有推薦的像是 霸王沙沙捲跟 沙爹烤雞 但它現在都暫時沒有 芒果沙沙卡拉基腿堡 它這個有加芒果風味的沙沙醬 裡面還有放墨西哥脆片 感覺是有比較豐富 這塊為什麼比較juicy一點啊 我也覺得耶 剛剛我們第一個吃的那個 卡拉基腿堡 它的肉好乾 可是這個真的是 嫩蠻多的 我很喜歡它的醬耶 雖然它的醬蠻辣的 但是因為它是芒果啊 還有一些水果去弄的醬 所以是蠻清爽的味道 但是它的漢堡的那個麵包 我真的覺得不行耶 芒果沙沙卡拉基腿堡得到的分數是 8分 它這個是新的產品 大家可以趕快去試試看 接下來是最後一味 玉米濃湯 還有玉米 還有馬鈴薯 這個玉米濃湯呢 我之前有勾過了 但其實我比較喜歡麥當勞的玉米濃湯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改良過 它的料是真的比麥當勞多 好好喝喔 我會比較喜歡他們的耶 我很喜歡喝麥當勞的玉米濃湯 但是他們的我現在覺得也蠻好的 可能呢 今天玉米濃湯得到的分數是 7分 我們今天還有點套餐 所以就用薯條 我很久沒有吃肯德基的薯條 怎麼會那麼好吃 它剛剛醬出來的時候很脆 麥當勞常常就是細軟的 對 我不喜歡吃軟的 但我知道有些人很愛軟 就這樣吃完了 怎麼有一種莫名的空虛感 對啊 今天怎麼吃那麼快啊 我現在好懷念肯德基 我們上次開的雞腿pizza喔 真的很好吃 可是有些人好像覺得它太油了 不會啊 那我們今天的試吃就到這邊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